放开我,我若不去,若他遭到不测怎么办? 姐,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个顾全打局的人,你若一走,玄园仙城怎么办?你不能去,你要相信谭云,我相信谭云可以逢凶化吉,我们要相信他可以迫使龙啸林退兵了。 可是,我真的好害怕,我也想到若失去他,我的心好慌。 姐,你不用怕,我坚信谭云一定会回来的,会好好地回来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保证。 即使轩辕长风在说出我保证三字时,心头同样很不是滋味。 在他心里,谭云这一曲就是九死一生。 不过他并未将担心挂在脸上,他不想徒增轩辕柔对谭云的担心。 两久过后,轩辕长风看着轩辕柔。 姐,你是不是喜欢谭云啊? 轩辕柔累谋之中流露出一抹迟疑。 没有。 姐,我还不了解你吗? 别口是心肺了。 长风,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喜欢。 我看不到他,就会想他。 知道他有危险,我便心中发慌。 这种感觉,很奇妙。 姐,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征兆。 我问你,你有没有那种有事没事就想和他待在一起的感觉啊? 嗯。 这就对了,你就是喜欢上谭云了。 你的这种感觉,就像我对冰山的感觉是一样的。 冰山是谁? 哦,就是谭云的妹妹,盈盈。 哪有你这样给人家齐外号的? 呃,本来就是嘛。 他那冷冰冰的样子,和冰山有什么区别吗? 唉,姐,你说楚潇洒那小子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呢? 楚潇洒是何人? 就是谭云的小弟啊。 这小子第一眼见到灵儿就喜欢上他了。 在这十几年里,灵儿也对他动心了。 你说盈盈,他怎么就不搭理我呢? 你三弟我长得也不丑啊。 担心谭云的轩辕柔听霸,陷入了沉默之中。 而这时,轩辕长风又继续开口。 姐,谭云信上说, 他和你之间有些事情,早晚有一天会来。 总之,今生他希望和你是自由,这是何意啊? 我也不知。 好了,我心很乱。 你走吧,我想静静。 呃,好。 轩辕长风点点头,便离开了疯癫。 轩辕柔则闭上双眸,双手合十前程祈祷。 老天保佑他,一定不要有事。 光阴四箭,转眼又过一年零三个月。 几间龙霄林率领两翼大军对轩辕仙城护城大阵的攻击从来没有一刻停止。 护城大阵的防御已经有所下降,给本城主接着攻。 待攻破城之后,我们血洗轩辕仙城,一截心头之恨。 龙霄林心头发痕。 同一时间,一边驾驭仙圣州,一边闭关的谭语,在仙圣塔内已经度过了四千五百多年,但他仍未触碰到地人境九阶的屏障。 转眼又是三天,一气之地西北方有座巨大无比的峡谷。 峡谷外的平原上,建立着一座占地方圆六亿仙里的巨城,一气之城。 这一气之城,曾是一气之地下等仙人所建立的城池中最大的一座。 此城拥有的护城大阵,使其固若金汤。 夕阳西下近黄昏时,一艘仙圣州驶入城池外上空的云海之中。 接着,一融成中年大胡子的谭语收集仙圣州,自云海之中急速飞落于城门之外。 来者何人? 即是辉红的城门下方,一名地人境十二届的仙将死死盯着谭语。 城门两侧数千仙兵,亦是目光不善。 这位将军您好,完备是来一气之城购买修炼资源的。 谭语毕恭毕竟抱权。 滚!我诚不让任何人进入,赶紧给我滚! 你这个下等仙人,今日来了算你倒霉,受死吧! 那仙将可清楚,自己每杀一名下等仙人, 便会用下等仙人的人头在城主府寄上一些贡献值。 故而,他可不会放走这送上门来的功勋。 鸿蒙神童! 谭语双瞳,骤然弥漫妖翼鸿蒙。 那仙将当时呆入木鸡。 把城门给我打开。 谭语的声音在仙将脑海中响起。 那仙将神色呆滞,右手一翻,便出现一块令牌。 接着,一股仙力便射入令牌之内。 令牌内绽放出一股光束,便射入紧闭的城门上。 旋即城门便在隆隆之声里打开来。 谭语解除鸿蒙神童,猛然上前一步, 一只手掐住了那仙将的脖子。 你这个助纣为虐的东西,给老子去死。 咔嚓一声,谭语左手一把将那仙将持矛的右手捏碎, 将长矛夺在手中。 而后,左手持矛,右手提着仙将腾空而起, 宣服于城门之前。 回过神的仙将惊恐万分。 你,你,你究竟是何人? 何人?杀你的人? 说着,谭语一把捏爆了那仙将的脖子。 他右手一挥,便将无头尸体直接撞在了城门之上。 接着,他左手将长矛指出, 丰锐的矛尖瞬间洞穿那仙将头颅, 将他的头颅钉在了城门之上。 这一刻,城门下刚换过神来的数千仙兵, 见难以置信仰视谭语。 在他们心里,凡是一气之地的下等仙人, 面对如今投靠上等仙人的一气之城, 皆是唯恐多善不及。 万万没想到, 竟然有人胆敢杀死这首城仙将。